时光飞逝 成为了万千少女粉丝 成为了那个时代 全亚洲最风靡的男偶像 作为F4之一 严承旭当年的人气 可以说是绝对不输 现在的大多数顶流小鲜肉 如今的严承旭已经44岁 迈入了中年的步伐 可作为动靈男神 严承旭的外形 永远不让人失望 最新剧照 也有一种韩剧男主角的即逝感 因为常年健身身材非常不错 他非常适合穿着各种衬衫 西装 都能把他的身材衬托得更加有形 曾有媒体报道过 严承旭曾经和林志玲有过一段恋情 当年这段恋情一度受到瞩目 即便是后来分了手 也仍旧被网友们津津乐道 可惜最终两个人并没有复合 林志玲已经结了婚 严承旭却似乎依旧是单身艺人 专心忙事业 二 林志颖 说起林志颖 大家想必都不陌生 凭借早期作品入围四大天王 再后来又有了放言的心性等作品 可岁月流连 有谁记得今年的她 已经到了47岁的年龄呢 在荧幕中的林志颖 仿佛对时间免疫一般 除去年龄增长以外 几乎没什么变化 前些日子 林志颖的妻子 陈若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照片 看到林志颖与姓的合影照 令人不自觉地想起许多其他画面 比如林志颖曾经晒出的高中同学聚会照 大家差不多同岁 许多人看上去是大叔和大姐 唯独只有林志颖像小伙子 不知道的会以为 她比其他同学小一辈呢 再说林志颖与郭德纲的合影照 那画面至今令人感到扎心 林志颖明明只比郭德纲小几个月 可他们看起来却好似两代人 与其说郭德纲显老 乌宁说林志颖年轻得太过分了 三 刘凯威 刘凯威1974年10月13日出生于香港 毕业于华雅逊大学 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制片人 现在已有47岁 她在影视中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很多 甚至比20多岁的小鲜肉阳光帅气 刘凯威脾气很好 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人 在谈到演艺感情戏的时候 好友戴娇倩表示 凯威哥性格较为内敛 腼腆 合作两次了 大家关系特别好 有些人认为她的身材以及样貌都是假的 有可能是整容的 但其实并不是 刘凯威一直都注重健身 慢慢养成好习惯 就喜欢上了这件事 而且长期坚持下来了 据刘凯威自己回忆 她不仅喜欢健身 还喜欢拳击 跆拳道等各项运动 不仅如此 刘凯威还喜欢赛车 她到珠海玩赛车时 还真诚邀请一位当过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的法国教练担任指导 四 何润东 说起何润东 很多人都是从风云中潇洒彪悍的布金云一决认识她的 直到现在 她所扮演的角色也都是有着一股猛男画风 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其中就包括了一直以来自立著称的硬汉何润东 就连许多媒体也经常会报道她的身材 走红的头条大多也是和此有关 比如说《正青春》中这样一个片段 何润东裹着浴巾 赤裸着剑顺的上半身 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下台阶 我想观众们看到这美好肉体 完全想象不到她已经四十六岁了吧 在游戏规则中饰演帮派老大的她 皮衣夹克配上粗壮的手臂 霸气感油然而生 在《英雄本色》中试验一位肌肉拳击手 赤薄上阵类抬的她 一身完美的肌肉线条 让不少粉丝尖叫不已 不愧是年少时粉过的男神 即使到现在也依然吊打一种小鲜肉 胸肌腹肌粗壮手臂一览无余 尤其侧身面对窗户时 还有清晰可见的鲨鱼线 简直不要太迷人 5.周汉良 冰尼男神周汉良47岁 成名多年 他唱跳超群 影视制作双漆 2015年还在《何以生肖末》中担任主角 英颜值超高 也被爱豆们称之为小蛙 周汉良保持如此好的状态 与他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每天都有规律的生活 有早晨起来锻炼的习惯 吃饭方面也很有自制力 定量化指标 在前一阵子 周汉良通过社交软件 分享了自己47岁的生日照片 照片上周汉良手捧鲜花 正对着光圈微微一笑 这到底是18岁的小子 还是40多岁的大叔呢 又阳光又帅气 依旧让人着迷 6.金城武 金城武自出道以来 一直是很多观众眼中的男神 这几年 男神似乎在娱乐圈失去踪迹 久未露面的金城武 最近终于在台现身 金城武接到一个游戏商演 重新出现在荧幕之下 47岁的金城武和往年 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金城武的帅气 一直以来都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他不仅多次在全球最英俊面孔排行榜中 榜上有名 而且连外国人都认同他的颜值 他被网友们赠了这样一句话 这世界上的帅哥只有两种 一种是金城武 另一种就是除了金城武以外的帅哥 7.吴奇隆 讲到吴奇隆 恐怕在许多80后的脑中还一直浮现着当年的作品 毕竟在小虎队时期 我们的吴奇隆也是颜值担当 基本上都是C位 感觉脑中还想着 把你的心 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童心园 最近 这位童年男神 吴奇隆在社交网站上 晒出一组最新的写真大片 久未露面的男神 颜值回春 看起来状态太好 尤其是很有年代感的写真 颇有当年小伙队的感觉 斩获了一波回忆杀 吴奇隆身穿白色长款西服造型 对着镜头耍帅 这次的造型看起来和当年别无二致 难怪不少粉丝都大赞吴奇隆业务能力爆表 颜值身材一天 也有网友表示 已经50岁的吴奇隆一定是使用了特殊的助言方法 纷纷流言也轻回 吴奇隆皮肤状态保持得很不错 没有皱纹真不愧是定人清定的洞灵男神啊 8.马德忠 现年已经52岁的马德忠 近期凭借热播作品《火鸡般大事》 热度持续走高 剧中他与相差20多岁的小花 陈莹的互动CP感十足 没有因为年龄差距而造成违和感 观众对于这段妇女恋的关注 更是隐隐有超越男女主的趋势 可见洞灵对于男演员的戏度来说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的马德忠更多的是帅气 现在人到中年除了帅之外 他身上更多的几分成熟魅力 这也是时下最受女性观众喜欢的类型 假如他在新剧《火鸡般大事》中 继续保持好状态 想必马德忠的人气也会更进一步 日后在作品的选择上 也能有更多的主动权 年过50还能够佳作不断 并且在剧中专有重要戏份的男演员并不多 有年轻后辈们虎视眈眈 马德忠想要地位稳定 还需要通过持续输出好作品才行 9.郭富城 现年54岁的天王郭富城 能算得上是一枚不老男神 除了颜值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抗打之外 身高1米71的郭富城 在身材管理上也是出了名的自律狂了 近日他在初期演唱会宣传活动时 自爆体重一直维持在63公斤 而且每天都会称体重 如果哪天到了64公斤 他甚至有想死的冲动 是绝对不能忍的 对体重比较敏感的他 在超重后会立刻在私人健身房练起来 直到出出汗燃燃汁 让体重回到63公斤时 才能安心地回屋睡觉 这在我们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和苛刻 但对于天王郭富城来说 其实早已习惯了 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他平时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么高 10.刘德华 一代巨星刘德华曾经红透半边天 甚至连出出茅庐的00后都能耳熟能详 少有人知道 今天的刘德华已经到了60岁的年龄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连细细力都不由得震惊 从照片上来看 这哪里像是60岁 简直比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还要年轻 作为娱乐圈中著名的东林男神 身高176厘米的他 常年保持67公斤体重 裤子腰围维持在76厘米附近 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可歌神就像是会法术一样 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刘德华近期首开社交平台 并热衷在社交软件拍片分享生活 早前还公开了自己的晚饭餐盒 他以吃蔬菜为主 包括小白菜 西兰花 芽菜 高丽菜 糙米 热汤等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全部吃完 相当节制 节目中透露了 刘德华的几个养生饮食 及生活习惯 包括30年来 没有饮冷饮 及一日饮食杯咖啡等 想想就恐怖 在演艺界 很多大牌明星在形体方面都非常严格地管理自己 毕竟拥有好的身材比例和长相会出现更多的机会 每个人都羡慕他们的长相 但比起羡慕别人 不如把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 尽管保养得好 但年华终究会是 不如提高自身修养去做一个强带的人 最后 也祝大家跟这些动力男神一样 青春有助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